海尼根 台湾2030 达全清理 一出手豪雜百億 知名啤酒商海尼根 打算在屏東深耕 扩大投資 这不招商成功 准总统赖清德 把光环通通留给他 感谢经济部王部长 还有投资专案办公 投资事务所 各位同仁的努力 我就是要把外资 吸引到台湾来 但随着新内阁拍板 经济部长王美花即将卸任 传出在台经金控董事长 吴东亮的邀请下 将转任金控及银行读董 不过消息一出 让国民党逮到机会 翻出台新银 就是国防部指定的新转账户 而王美花丈夫顾立雄 未来接掌国防部 可能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是不是有旋转门的问题 也许他没有 可是他老公之前 也掌管过金管会 那我们也认为 整个绿营的用人的做法的时候 不能够太过度的近亲繁殖 王美花所服务的台新银 本身也会是顾立雄 本身的利害关系人 在这种状况下面 恐怕都有要回避的必要 面对外界质疑 台新银也回应 独懂的人事案 要等到五月初 才开董事会讨论 而至于利益回避的问题 台新银早在2017年 就和国防部合作 也非独家合约 因此绝不是透过关系 取得国防部业务 新内阁上任前夕 卸任首长的一举一动 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华氏新闻流禁 科广名的传播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 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